告诉大家 有人跟人之间都是相通的 你不帮助别人 一个家里只要一个人生病 全家就受难 举个一个预言故事 有一只老鼠 他呢在墙上一个洞 看见主人啊 这个农夫啊 和他的妻子啊 正在摆弄一个扑鼠器 就是一个抓老鼠的一个机器 这个老鼠一看要抓他了 他很着急啊 他没有办法 他急忙跑到农夫的院子里 发布警报 他跟农夫院子里的 这个院子里的有鸡 还有猪 还有牛 他就跟这些动物讲 哎呀 他放了一个扑鼠器要抓我了 你们大家帮帮忙啊 结果那些猪 鸡 牛呢 理都不理他 觉得不是他们的事情 当天晚上 有一条毒蛇游进来 被扑鼠器夹住了 农夫的妻子 一听到声音 赶过来观看 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 这个农夫为了给住进医院的妻子 补身体 把鸡杀了 邻居和朋友 听说此事 纷纷轮流到医院 到家里去照看这个他的妻子 为了款待邻居们的热情 农夫又把猪杀了 后来农夫的妻子 毒死 毒发 不致身亡 很多人前来参加葬礼 于是农夫又把他的牛杀了 一个小小的扑鼠器 境内的猪牛鸡 全部失去了生命 这个小小的典故 说明佛法认为 任何事物都有其他事物 与着密切的联系 想一想 对不对 一个我们上次到新加坡去 新加坡去 那个马来西亚的山火 结果让新加坡的天空乌云密布 全部都是烟 都要戴口罩 不是说你没有事了 别人就没有事 你有事了 别人也会有事 整个世界 它是一个普遍联系的 有机整体 所以学博人认为 你不关心别人 你会伤害自己 自私的人 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关心别人 帮助众生 你是慈悲 只管自己 你一定自己也会被自己害死 你一定自己也会被自己害死